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交还了我的个人相机几年存卡 当时拍照的目的是为了给我的青春留下歉意 我当时从来都没有想过加入娱乐圈 2012年 我正式签约出道 当时 我的前经纪人跟我说 艺人是公司的财产 为了公司和艺人的长久发展 他们需要了解艺人的历史和所有的经历 包括一些照片和私人物品 我都拿出来作为证据 向他说明了我的所有的一切 其中包括了这17张我已经剪辑过的裸照 经过再三的商业 还有现场同时在场的股东的决定 我的前经纪人就要求留下我这个私人的移动硬盘 其中包括了我所有的个人照片 个人资料和一些私密的物品 包括我一些学历证明 还有一些其他可以证明我身份的重要文件的元件 我那个时候刚刚来香港 对于娱乐圈一无所知 只可以选择相信我当时经纪人所有的一切 所以就将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了经纪公司保管 之后我曾经索要过我的移动硬盘 原因是因为我有手机的更换 但是当时经纪人以移动硬盘不在公司为理由 拒绝了我 说日后再给我 直到解约之前 我才拿到了我的移动硬盘 我出道到现在已经有一年的时间 并由七月份正式解约 七月二十二号的时候 我完成了我的最后一单工作 我的裸照 及同胡药卉先生的婚序 也是随即流出 虽然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这个照片是到底谁发出去的 我唯一知道的是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两个人曾经保管过这个移动硬盘 我也知道这些照片对我的影响 对我的一生 事业 还有家人 产生了巨大的伤害 但是 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 我还是会坚强地面对每一天 我还是会感谢 所有支持我的 亲戚 朋友 还有一直支持我的Mark 希望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法律的途径 尽快平息这件事情 再申请 继续申请禁制令 和交请律师 来处理后续的一切事故 希望这次世界 对于生活造成的如果有任何的影响 我在这边 深深地抱歉 我希望世界 轻快平息 谢谢大家